第一張地圖來到的是我們的花園 右邊紅方HKA出現的陣容是我們一三二的陣型 這邊是帶雙飛 左邊HQ這邊拿出的是一個二二的陣型 H2其實在陣型 刺客陣裡面其實比較拿出來還是一個二二的陣型 對 那才二二的陣型裡面的話 只要現在HKA是把那個戰局拉到平局 因為直到這一段有個橋啦 所以輸出手不能跨過這個橋直接到點上 對 利用雙坦陣可以去做個比較強大的正面壓力的狀態下 我先把你的人封在橋後 這邊小鈴被踩了 下去這邊是一個HQIrank的溫斯頓啊 等到這個流派已經開發出來了嗎 右鍵靠塞波流 右鍵靠塞波流 我們的主力輸出是誰 和尚 馬上一開始就有人來抓和尚 沒有想到這邊Karis馬上又把A-Team給收掉了之後 CQP跟著進場也是一起命上皇權 利潔這邊已經拿到戰鬥鎖定 馬上開啟雙飛直接陣亡的一招 這邊點掉了K4 相對就是這張地圖可以利用的點 假如你覺得全部人要走正面的話 這個橋的範圍很好讓利法去招出你的護線 第一次加A-Team這邊星星進場 開一點力在那邊血線 喔馬上一個操板路身進來去把他血量拉起來 但是我覺得這個開的有點急 因為這邊K4開速戰鬥鎖定 哇 沒有想到這邊Karis馬上就被星星推了下去 DC H被推了下去 兩個掉殼裡目前是一個無打式的狀態 這邊挖其實H4手上有什麼大絕 反觀是HKA 這邊其實芒果仔手上有復活軍 靠一個火箭彈幕 這邊直接讓HKA把點拿下來 HKA可以利用他們大絕的一個精算劇 來防守一兩波 不是問題 對 那在H4的拖點上面的話 他們利用兩個大招 他們大招常常被廢得出來 那希望今天他們的戰況有打散 我們第一時間我們會看到的是Cowman是來到側翼的部分 來對星星做點壓力 敵法跟上 配上自己的星星馬上做出一個包圍網 這邊的話HKA兼自己的陣型 不妙的狀態下馬上開起來螢幕屏障 金卡在這邊開幾個五星大幕想吃後排 但是位置並沒有那麼理想 直接被集火掉 變成扣掉復活喔 並沒有交出來 那原本在把他瞬間死掉的時候 我們認為就可以交了 對交出來自己無敵還可以自保 還可以把隊友拉下 我覺得那是比較好的狀況 反正現在倒光被點被HQ搶回來 反正是HKA這邊尷尬了 這段都是呃慈悲一個比較麻煩的痛 DZ的牛仔在整個警票賽中 一直是個表現不錯 那近期期間很多最我有選擇的牛仔 他是K4 對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K4是在個二樓位置喔 除了獲取情報比較快的狀態以外 他能第一時間是在你進場就直接前後排 那這邊的話D爆知道他的情報 那這邊K4馬上拉開位置到了和尚旁邊 HQ的這個陣型很密集 想要直接推進去 閃光小靈線是不妙馬上想來鬧後排 這邊直接是安娜睡倒之後直接跟回縮拉走 但是位置並不是很好 在亂刃中收掉DZ 但是DZ也頂掉了K4 HQ這邊是一個二換一 目前的人數來都是有一點點攻勢 這邊ERIKAN抓很好 所以又要打露修 露修一個很滑溜的一個跳躍 是不是害怕的一個攻擊範圍 好這個後面誘導你直接收到我家後排 然後我們這邊靠著 無論是翠平平要還是閃光彈的話 都可以這樣鼓勵上是個大量極大的壓力 沒有想到小靈進場的表現很不錯 馬上要出來收掉一個殘血的萊因哈特 這邊的話反而是人數優勢來來到的是HKA這邊 他們今天222的刺客陣的一個小靈的發揮我覺得不錯 欸? 對我們可以看到這邊HQ的後排 其實有一個閃光去做這個 那閃光去做這個 哇第一時間ERIKAN的獵勢跳下去 敲到兩個一個獵勢收掉了 A team之後自爆再收掉K4 這邊馬上打出一個人數優勢大局可以不用再交了 那這邊的話馬上可以做一片激活往前壓 HK這邊人數所剩不多 小靈還沒做出 這麥克風炸彈丟了出來 沒有炸到人 這邊第一把直接被敲了爆 夾RIKAN的血線還很安全喔 目前的話反而是地質稍微危險了一點 這邊就被奶了起來 這邊HK其實拖點拖了很久 我講到這個時間 忍者開大 忍者沒想到來攻擊 都上邊發多了 對然後拔到中門下直接被炸掉 我們看到這一波RIKAN的說 我們有A team之後 D在後方是開心 D在後方是G8的隊伍 我放出一下收掉了 CQB再點掉KBALL 這個情報傳達得很快喔 我看到腳步聲音 在聽這邊的話 DD先敲了出來 是來自HK ABALL是來自HK ABALL是來自HK AERIKAN DD先敲傳效果第一時間沒有很明顯 男生全部人數在移冠給BURF 的幾樣子順便把血線拉了回來 這邊HK 這邊是一波開啟的一波力量 最後一進 哇喔喔喔喔喔 剛剛那個很漂亮 不要再黏在 那個 LENKA他身上的話 是被DX彈開 彈到隊友旁邊啊 對 這是一個超級COMBO啊 對 CQB把你推到了CQ旁邊旁邊 把你一起炸死 CQB 推到了Grabby旁邊 一起炸死 在這邊點掉了KBALL 但是人數劣勢是HQ 那這個戰鬥其實相對穩健 其實我們看到其實他沒有一直被抓掉 這邊的話 我們看到 兩邊是個職業拔到KBALL 算性多掉 KERES在主要IRIKAN 在自己合上 開超版路在過渡狀態下 配合上小靈 在收掉DZ 這一波在HQ 在撐 即將要到99% 大時候是打出第一個人數優勢 那平常HQ其實可以利用三殘陣 多控場機去做壓 他們有清算到 每次的大局快轉口了吧 你也要不然是 哇 這個別人D但是C 但是哇 第一時間DZ開始彈無需發想要驅趕的人 但是我們到小靈 CZ 剛剛我到了後面一輪彈甲點 要DZ之後IRIKAN 這邊收掉兩個 AT這邊有收掉CREEPY 人數優勢來到是HQ這邊 四爆炸 沒有效果 換上新的機甲 這邊CALLMAN幫自己的JALAIN 他呢 丟了一個投射名障 ATIN這邊血量很長 後面並有補給線 他這邊只要身亡開機 野心之路要拖點 這拖點是勢必的 那我們要他能拖到9%的話 更有好處 這邊的話K4即將到點 AQ在旁邊 被雷姬蛋給點掉了 少而補線 K4這邊第一時間 馬上去破壞對方的DZ 還好是破壞掉 對方CREEPY的安檔 這邊其實手上一把刀 可以先兇齁 終於開啟 要等隊友跟上 哇 這邊其實被要空中拔刀 這邊ERITON是被 套了一個黑球 但是我們看到 這邊CREEPY這樣下來 保護出了隊友 這邊決定去扣後排 像剛死安娜 但是一個頭子比上 又保護出了她 K4間破壞 效果完全被扛掉了 好 我們想要他給了DZ之後 那個AQHK 還快點戰了回來 可是現在人員上的 那種的話 還是有AQ這邊掌握到 比較多的優勢 哇 這邊全部工們 應該是沒有辦法 有有有 小菱可以 但是這邊 雷姬蛋吃爆 可以拖延他們的 那個陣型的段子 現在看CREEPY的精采 保護性大招必消 哇 這邊一個 5秒回家沒有回家 是反而送小菱回家 這邊的話 K4追訊息 遇到第一局 但是第一波進場的人 馬上這邊的人 可以打掉兩隻 好 這邊提 好 硬敲 直接撞死 AQHK這波的表現 非常的亮眼 這邊本來速度 這邊只剩下少數的成員 一隻露西歐跟小 重新換上機甲 第一把 這邊第一把順先爆甲 之後康律就在旁邊 很快速的做跳躍 沒有踏到點 第二張地圖 控制中心也是被HQ 給拿了下來 如果多了這隻 陸修在場上的話 我覺得會對這場 有更大的問題 沒有錯 這邊的話我們看到 第三張地圖來到了 是夜市 一開始HQA選擇是 巡派 來入境 直接進點 打一個 CNB的HQ 要進點 HQ這邊今天這場 拿的是一個2-2的陣型 雙刺客沒有 單刺客配上 是士兵7-6 這樣子把他 點鎖在裡面的話 其實第一局相對 會有一點難發揮 而可能第一直接進來 我們看到 雷劑猜猜猜馬上來保他 這邊沒有想到 兩隻坦克起火 瞬間收掉了軍靠 CRAPY有附送進場 但是被點掉 目前是一個2-2的狀態 雙方各倒一坦 CRAPY這邊也被點掉了 沒有想到HQA HQA這邊 沒有想到利用的地形優勢 是成功先防守掉這一波 好收打五包 現在這 單槍上優勢的話只剩一個招架 哇 這金也被打掉了 這很誇張欸 這邊兩邊交換一個右鍵 還把原石給帶走 對兩邊都很秀 是一起殉情了 沒有 就是用殉情去撞火箭 然後 因為剛才ST選擇是 讓ERIKAN進場之後 Lazy Titan的第一把 是選擇去保他 所以相對他們那時候 還是有個擴張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花HK手 三個大決 首先超版路身先開的出來 是來自HQ的Karis 這邊CALMAN直接拔刀 收掉了後面的 蠻多載重的按鈕 點掉了 是軍靠 K4這邊也拔刀 第一時間收掉第一隻 但是第二個目標還沒有出來 有點尷尬 這邊被ERIK電掉殘血的K4 這邊只剩下一個 開野心之怒的A-Team A-Team在旁邊是收掉大量 集火正面部分 花路修也在點上 哇 這個 星星回撥位置很不錯 但是第一時間收到大量的傷害 還是跳走 沒有 超版路身一開 你只要沒有安娜的盾難 那其實你在那範圍裡面 根本造成不了任何的傷害 而且甚至 他還把那個星星的位置拉開 讓那個前端的忍者 可以做到事情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軍靠第一時間有收掉 CALMAN 在這邊早上打出一個人數優勢 這邊的話 ERIK的一個行動相對 就用自己少了一個 4個的裝甲 你要如果是後排 這邊一個 蠻障障礙的Gero出來是 自爆 第一隻這邊一個旋風火箭 收掉K4之後 再點掉小影 這邊並沒有開啟他的大招 他是第一次目前大招雷劍很快 被引一彈吸住之後 直接被雷劍點掉 卡瑞斯的舒服器合上 到點上 一個右鍵直接往安娜 丟了過去 收掉了安娜 路修也直接被雷劍向安給點掉 他是直接貼身到了 和尚的旁邊 然後想辦法幫他開大跑 或者是選擇按右鍵 把忍者給推開 對 路修在這次的 面對到斯科Meta中 你要如何保護牌 路修的工作也是相當重要 這邊決定直接壓前排 第二次奈米強化被雷劍給抗掉 零傷害零作用 那不如把大拳給忍者會比較好 對至少我還可以硬收掉 因為現在其實K4大拳來有98 他們其實可以再忍一忍了 我們看到HK直接把點搶回來之後 這邊直接被HQ又拿了回來 這邊方便直接拔刀開朵 把人點上人清光 直接收掉K4跟CQB之後 對HK沒有人能踏點 HQ在離江天堂這邊3比0拿下了勝利 那我覺得如果要頒MVP的話 應該是給卡瑞斯 開局幫團隊拿到那麼優勢 然後後續在刺客的壓力又差那麼大 哇這邊是一個Erik 一個跳躍踩兩個下去 我記得小林他是順一下子的 他在被踩的瞬間他想要 他有順利 他想要閃到那個牆 旁邊 然後就被想到是在那個 河道陣中 我被他想到排被色的 一些衍 mam架 gam 我來不會有東西 送我一個怎樣 我把那 ignoring 你可以看到被啟透出来 值oulder